嗨! 歡迎來到JX Channel 我是嘉欣 今天帶您去享用南投米其林三星主廚的晚餐 來 各位一起去吃大餐吧 這是今天米其林三星主廚的manual 來看看今天我們包下來的環境 我們只是比較早入場 第一道是迎賓小碟 首先是酒香味的老酒黃雞 是選用在地埔里紹興酒 搭配去骨雞腿肉醃製 好濃郁的酒香味啊 但吃起來卻非常的清爽 紹興酒的香氣 在鮮嫩的雞腿肉裡徘徊 柔嫩中又帶有嚼勁 非常的美味 接著是爽脆的金沙美人腿 鹹蛋黃包覆著美人腿 也就是角白筍 焗過 你看我這激動的表情 很好吃 咸香的金沙帶出濃濃的咸淡味 加上角白筍爽脆的口感 讓沉睡的味蕾也瞬間喚醒 再來是濃郁的烏魚子 也就是烏魚的蛋 香氣四溢 入口感受到濃濃的烏魚子 特有鹹香 吃過火烤烏魚子的我 卻不喜歡烏魚子的味道 但火烤烏魚子配上濃郁的酒 真是絕配 最後是香脆的蝦多士 你看我的臉填成這樣 再聽聽 我不忍氣的口水別流出來啊 這道蝦多士 搭配著新鮮的蝦仁 還有那黃金香脆的麵包 真的太好吃了 第二道是 精靈蒜蓉蝦 這一道是 檸檬甜湯 檸檬甜湯的旁邊 怎麼可能是一把剪刀呢 是去除腥味的 吃下清脆的蘆筍 說成是 蒜 What? 什麼是蒜 怎麼會是蒜呢 蘆筍 我們來看看這隻龍蝦如何吧 這龍蝦非常的彈牙 肉質飽滿 蒜蓉香氣 襯托龍蝦的鮮甜 清脆的蘆筍 更是畫龍點睛 的天上一抹翠綠 粉絲更是吸飽了這道菜 濃郁精華 第三道是 鬆蓉海螺燉刺身 這海參的味道好飽 海參鮮嫩可口 又燙 又香 又鮮 雞肉燉得很軟爛 與鬆蓉 海螺 海參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一咬下去 就入口即化 松蓉海螺海參的味道 在嘴裡蔓延開來 完美 第四道 陳皮山藥抱伊比利豬 或陳皮山藥抱和牛粒 因為我不吃牛 所以主廚把它換成伊比利豬 紅椒微辣 綠椒輔著溫和的山藥 再融合陳皮的淡淡香氣 完美呈現 和牛和伊比利豬的另一種風味 陳皮融入和牛的口感 要燃在舌尖的味蕾上 和伊比利豬的肉質 爽脆Q彈 又富有嚼勁 第五道 鵝掌花菇 拼中東六頭包 這香菇超香 超軟 感覺燉很久的那個香菇 鵝掌軟爛 肉質入口即化 肉質入口即化 小失望 第六道 強哥炒米粉 炒過100次 不油 炒過100次 炒100次 你知道嗎 炒米粉不油 炒米粉 卻不怪一絲油膩 但香味 蟹肉的鮮味 清脆 清脆的洋蔥 和營養 更是讓這道菜 大大加分 也是我今日最愛的一道菜 第七道菜 讓我心心念念的炸豆腐奶 油膩 作詞 感謝 做菜 為何 使用 為何 演員 致 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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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西坎西再坎西 脆甜的餅皮 早已舔入心底 嗯 那融化的起司奶香味 就像愛人的 費洛蒙讓我聞到 就最愛喝了 手工餅皮卻包裹 兩種起司 外面裹著糖霜 外甜 內鹹 外酥內軟 今日最後一道 紅蓮燉銀耳 結論是銀耳燉得很軟爛 就像棉花糖一樣 一下子就化掉了 老實說就是一個普通的甜湯 非常的甜 好 那我來做一個結論吧 那我最喜歡吃的是 強哥炒米粉還有 晶銀蒜龍蝦 先說強哥炒米粉好了 雖然聽起來只是個普通的炒米粉 但卻可以讓你吃到主廚很厲害的手藝 那炒米粉鮮香又不油 米粉的色澤還是金黃色 光看起來就非常的有食慾 不用說聞起來或吃起來的味道了 對於龍蝦的話 他確實是我吃過最Q彈的一隻龍蝦 那他非常的彈牙 而且還非常的新鮮 加上主廚的湯汁 讓整道菜更加的鮮甜美味 關於甜點 對於我來說真的非常的愛 起司奶香味 脆香的餅皮到現在都讓我直流口水 如果有機會的話真的一定要去嘗試 結論來說大家有機會去南投的話 一定要去品嘗雲品的CanCan 他的價位我記得有三種價位 那我吃的是3980再加一層的服務費 那都可以到雲品的官網去看看 還有想吃的話一定要打電話去預訂 然後再詢問哪一天有位置喔 否則可能沒機會吃到囉 好吧那我就說到這裡 謝謝收看 請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最後別忘記開啟小鈴鐺